地球的存在就是一个奇迹 在太阳系中与太阳恰到好处的位置 让地球上出现了水、空气还有阳光 也因此孕育的生命 如果说黄河是人类的母亲 那么太阳则是地球万物的母亲 对此很多人认为 如果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缩短8厘米 那么地球表面的温度将会上升50度 届时地球上除了南北两极之外 都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所以人类为了生存只能全部移居到南北极 这是真的吗 事实上不少科学家们认为并非如此 因为地球本来就在远离太阳 正如月球远离地球一样 而早在公元前三世纪 一些观星家就曾发现地球正在逐渐远离太阳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学家们进一步测得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每年都会增加大约15厘米左右 而月球每年以大约3.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 那么既然地球与太阳距离越来越远了 为何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呢 这是因为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从来不是固定的 地球围绕太阳所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太阳处于焦点之中 所以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随着运行轨道的变化 也始终都处于变化之中 每年的1月太阳离地球最近是近日点 每年的7月地球离太阳又最远 这时便是远日点 也正因如此地球上才会四季分明 要知道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近日点 与远日点之间的距离 相差了大约490万千米左右 所以8厘米的距离 对于地球与太阳来说 真是不值一提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